大家好,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 今天和大家談談反電炸電影在中國熱影 中共在緬甸角色受質疑 烏軍成功收復一個戰略要地 撕開俄軍南部最嚴密防線 在進入話題前請你先點讚、訂閱 你的支持能幫助我們這個頻道成長 讓更多人了解真相 反映緬甸電信詐騙題材的電影《孤主一澤》 目前在中國熱影 根據貓眼專業版平台25日的數據 《孤主一澤》的中國實事票房超過31億人民幣 連續兩個星期蟬亂全球票房榜首 這部影片以親力者案例為基礎 真實反映緬甸詐騙園區的殘酷 據報導僅僅在緬甸邊境的苗仔底 就有上百個詐騙園區 加上盤據在緬北地區的詐騙集團 總計至少有1,000個園區 超過數十萬的被囚人員從事電信網絡詐騙 他們大部分是中國人 中間人以快速賺錢、發大財等理由 欺騙想要賺大錢的中國年輕人來到緬甸 然而這些人一旦被賣到詐騙園區 可能一輩子都無法獲釋 剛剛入園區時就有人培訓被囚人員如何詐騙 比如假裝單身人士在尋找愛情 然後在微信與對方聊天 建立戀愛關係 也就是所謂的養豬 最後騙取錢財也叫殺豬 這就是殺豬盤常見的套路 一名黃色者告知記者 50人被安排在一個大房裡 20至12人為1組 大概每天需要工作16小時 被迫從事電信詐騙 不同的小組主管不同區域的騙局 如果不能完成目標業績 他們就會遭到嘔打、被抽血甚至活摘器官 其中以KK園區最為恐怖 身價上千萬元 擁有142家門店的一家貴州旅遊公司路種 行維林去年9月被騙到泰國考察 他剛出機場職備迷運、綁架 和販賣到緬甸 被迫從事電渣工作 行維林曾試圖和電渣公司老闆談論 給錢贖身 結果發現不可能 他在被囚禁3個多月後僥行死裡逃生 獲得自由後他在一段影片中說 電渣公司老闆不是要你的錢 而是要你這個人 因為你無論給他多少錢 都無法滿足他的慾望 一個中間人一年就能幫老闆賺2,800萬元 你想想你的家人可以拿出那麼多錢嗎? 所以他不會放你的 他要最大限度地挖掘你的價值 幾台手提電路和幾部電話 就可以撬動上億元的資產 風險比繁毒少 利潤卻比繁毒更高 是電渣行業非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電渣公司大多位於緬甸、 減普寨、菲律賓等東南亞地區 緬甸由於政局不穩、地方武裝力量割據 很多地區處於沒有政府狀態 這些地區正在成為電渣行業的理想之地 特別是地方武裝力量需要大量軍費支撐 通過為詐騙行業提供保護 正好可以獲得裁員 於是雙方行鞋一氣 被迫從事詐騙的基本都是被返賣過去的華人 根據近日泰國警方提供的數據 每年大概有7萬名華人從泰國 被返賣到緬甸的苗額底 相當於平均每天有將近200人被埋 被騙的杭惠林在影片中說 他以親身經歷所知 所有詐騙園區的老闆都是中國人 所有電詐公司的老闆也是中國人 不是緬甸本地人 他說中國人善中國人 中國人害中國人 外國人真的沒有參與 他認為幕後應該還有更大的老闆 苗額底臭名超注的KK員老闆蛇志剛 於去年8月在泰國被捕 杭惠林說老闆雖然被捕 但他的園區仍正常運轉 9,000多人的KK員區一天的任務是一個億 如果達不到所有的人都要接受懲罰 蛇志剛只是被推在前面 後面還有好心的水 蛇志剛是何許人呀 越泰國一河之隔的亞太城 是緬甸電信集片的一個員區 由亞太國際控股集團打造和經營的 該集團的老闆就是蛇志剛 蛇志剛延年41歲湖南人 因凡案在2014年被中共官方通緝 然後逃亡海外入籍緬甸 知情人士告知自由亞洲電台 這個圍於苗瓦底市水溝谷的亞太城 其實是中共一帶一路的項目 佔地120平方公里 耗資數十億人民幣 2017年中共一邊通緝蛇志剛一邊派出國安部專員跟他說 只要與國安部合作就可以消除他的案底 隨意出入中國 蛇志剛因此被海南國安招募 在當年9月啟動亞太城項目 中共則派出部級高官與大使館官員 跟他一起折黑辦理推動項目 知情人士說當年蛇志剛出入中國全是高規格 多個省市都是副省級官員接待 蛇志剛當年獲中共官方暗中支持 打通黑白兩道 在緬太邊境建立起這個龐大的犯罪集團 但他坐大後取得了當地軍閥的授權 準備籌見自己的安保武裝 擺脫中共的控制 最終與中共國安反面 海南國安層級蛇志剛配備了兩名專門的聯絡員 出入亞太城董事局高層 準備接管亞太城 但蛇志剛用自己的人 架空了這兩名空降的國安專員 硬件投資數十億的一帶一路項目付出東流 中共懷恨在心 開始實施報復 去年8月10日 中共國安設局 楊泰國貿政要出面邀請蛇志剛赴宴 宴會結束後 蛇志剛就被泰國警方拘捕 知情人稱 蛇志剛被捕後 中共就引導輿論 將苗瓦底電信詐騙的所有責任都推到他身上 但實際上 緬甸苗瓦底最臭名超注的KK園區六名實際控制人 現在都在曼谷安而無揚 一名熟悉東南亞黑灰產業背景的知情人告知自由亞洲 在整個東南亞的電炸重災區 中共官方發揮決定作用 對哪些園區的老闆可以存活 哪些必須消滅 中共當局有絕對華語權 衡量標準就是看這些馬仔是否聽話 烏克蘭官方28日表示 烏克蘭部隊已經修復了南部 澤波羅爾地區的羅伯桂涅這個戰略要地 撕開俄軍南部最嚴密防線 烏克蘭南部軍區一位作戰指揮官表示 我們已經通過俄羅斯部下的雷區主要防線 進入了只有俄羅斯喉勤部隊的地區 他預計俄軍的防禦不再那麼難以突破 後續的戰士能更快地推進 烏軍預計下一個目標就是軍事重地托克馬克 托克馬克已經在烏軍榴彈炮的射程之中 如果烏軍得以解放托克馬克 那麼真是烏軍在反攻中的一個里程碑式的戰果 因為烏軍可以由此向南邊的啞束海推進 從而實現將俄軍攔腰切斷的戰略目標 烏軍南下羅伯桂涅 可能有人想 五百人的小村有多大作用 軍事意義上的要地不是看它的人口多少 烏克蘭的村莊基本都是原村內的幾條道路分布 房屋內普遍都有地下室 羅伯桂涅村房屋的地下室經改造後可作為團兵所 而村內縱橫的道路又方便轉運兵力 這個村莊本身位於高地 可虎視北側的烏軍陣地 距距離烏軍撫班集群的前沿也只有大約五千米 由撫班至托克馬克的T0408公路 緊貼村西向南延伸 烏軍撫班集群如果想要直取托克馬克 那麼沿T0408公路南下便是捷徑 而羅伯桂涅村就是首個要攻克的目標 習波羅爾的俄軍黃牌部隊大五十八集團軍已經被打殘 僅剩下主力團兩個團的預備隊已經沒有足夠的兵力 不得不動用緩兵阻止烏軍前進 俄軍被迫派遣第七十六空港師到習波羅爾增援 但第七十六空港師亦被力盡 在第二次車神戰爭中 大五十八集團軍一戰成名 當時這個五十八集團軍的總司令正好是現在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的 總指揮格拉西莫夫 俄羅斯軍事博主力克斯·柏克表示 烏克蘭已經突破了蘇羅維金第二道防線 通往托克馬克的道路已經打開 所謂蘇羅維金防線指的是 末日將軍蘇羅維金在擔任俄軍前線總指揮期間 為阻止烏軍反攻而設下的重重防線 由三道防線組成 包括淵然曲折的步兵戰壕、雷區、鐵絲網 以及反坦克龍牙等 每一道防線相距8至12公里 這個與俄軍122毫米榴彈炮有效打擊距離相對應 蘇羅維金防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歐洲最大規模的防禦工事之一 現在看上來這個防禦工事是非常有效的 蘇羅維金應該是個真正懂得打仗的專家 但在普京眼淚中誠度是最重要的 蘇羅維金已經消失兩個月 近日有報導說 蘇羅維金大將已經被俄羅斯國防部解除職務 這位末日將軍的軍旅生涯似乎已經面臨末日 蘇羅維金與普利哥津的關係非常好 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6月24日 也就是阿加納兵變的第二天 他當時出現在一段看上來好像精心擺拍的影片中 呼籲普利哥津停止向莫斯科進軍 他在影片中神情緊張 而且軍服上的徽章也不見蹤影 蘇羅維金正因為涉嫌捲入兵變而受到調查 當時他可能已經被怨禁起來 而近日普利哥津和他的素名親信在莫斯科墜機身亡 同一天普京也將蘇羅維金撤職 所以毫無疑問這是普京精心安排好的一個行動 以往普京對不同政見者大多採用下毒的方式來剷除 而這次他卻在眾目睽睽之下搞死普利哥津 他就要用這種方式來儲立自己的絕對權威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本來就撕出無名 不是正義之戰 而普京又在內部不斷大清洗 勢必重創俄軍的指揮控制鏈 恐怕會造成普京政權內部的大動盪 好 今天就和大家講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並分享給你的朋友 世時變幻、笑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